26日晚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奶茶妹妹张泽天 应邀为大华盛顿地区留学生春晚担任主持人 这位学生女神马上成为晚会一大亮点 现场可容纳大约1500人的礼堂 坐无虚席 不少网友纷纷喊话说 快回来上央视春晚 中学时因为捧着一杯奶茶的照片在网上走红 南京女孩张泽天成为网络红人 她从南外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 如今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大三学生 2013年9月起她作为交换生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